全意问答 然后呢家人呢又不信佛 然后也没人给念了 那像后来的话佛台也不供了 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这个立佛台的那个同修 和就是劝他的那个同修造成影响呢 百分之一百有影响 这种人是不是没智慧 只知道救人 没有智慧 你看看救不活的人你去救他 你说有这个缘分吧 你怎么 你怎么不到 你要到了完全在抢救的时候 你再去救他 为什么要救救有缘众生啊 有的人就没缘了 被地府拉了 走了 你救得了不了 对呀 你不是神经啊 这个人奄奄一息了 你说你叫他在摄波台啊 你不是在找麻烦吗 菩萨不是说有缘 怎么叫有缘呢 有缘的话就是善良 慈悲 很好的人 这种叫有缘呢 饿了 恶贯满盈了 已经被地府拉了 浑身是病了 你说你去救他 你救得了不了 救不了他死了 人家还要 到时候还要说佛法不好 你不是在跟佛作对啊 有没有智慧啊 那这样的那个人家家里 要是诽谤的话 对这个杜的这个同学有影响 你说有没有影响 你告诉我呀 我觉得有影响 因为前几天有个同学 他跟我说 像是觉得了 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就是有影响 像你这种人 已经是没有智慧了 他觉得了 觉得你个浑的 他觉得了 你应该说肯定有影响呢 听不懂啊 对肯定有影响 对对对 因为那个前几天 因为前几天我做梦 梦着一个 跟我挺好的同学 然后那个梦里 说他要 就是跟我梦里 就是梦他 说他要得癌症了 晚上我说 怎么可能 我一问他 他说就给一个 癌症的人准备要立佛台 然后我就猜讲 是不是跟那个有原因呢 然后 不要讲了 记住一句话 明白 记住一句话 你要知道 恶人不一定救的好的 冒风险的 会影响自己的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个人掉在水边 一个手拉着按 一个手 一个身体半截在水里 你一拉就把他拉上来了 还有一个人 完全掉在水里 救命啊救命啊 你过去一游游游 游过去救他 接下来他把你一起拉死了 拖到水里去了 听不懂啊 听懂懂 嗯 明白 好的 感恩师傅